何秀蘭議員 好 主席 麻煩 雖然5月2號的時候 有同事都提過一個宗旨待續 但是今天是6月20日 過幾月以來 大家問了很多問題 其實官員是沒有 你是什麼規存 是這個宗旨待續 第39條宗旨待續 這個討論 由5月2號以來 在會上其實很多議員 大家提出的問題 官員是沒有回答 以往官員都會記下 議員提出的質詢 然後每個禮拜 都會給一些補充資料 但是這次我們看不到 我們只是看到官員 好像錄音機這樣回答 我們問他們的人口政策問題 為什麼現在出生根替率這麼低 而他竟然會計到840萬的人口 會增加到 因而要開展新界東北大量土地 其實事實上 你最好不要講那個具體內容 你現在講中止代續的那個什麼要求 是的 中止代續 第一就是我們過去提了很多問題 包括人口政策 包括毛孟靖議員 問那個為什麼製造到3萬7千個就業機會出來 當局都是未回答的 並且 並且 主席 就是我們看得到 過去那兩個禮拜 外面的衝突 是愈來愈的 好了 我相信你已經講了你的理由 那我相信呢 主席 這個我已經明白 主席 我同一個類型的 我寫下來了 好 下一位 下一位 下一位是黃毓民 下一位是黃毓民 下一位黃毓民 他走開了 我請官員 你發言完畢了 我明白了你 詞人